这是一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与昆仑山之间的广袤大地 中国新疆的最南端 和田 多样的地理生态催生出丰饶的物产 游牧与农耕文明交汇 孕育出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 千百年来 贯穿和田的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 不仅带来了繁荣的商贸 也促进了美食的融合与汇聚 今天精致的美食不仅装点着和田人的餐桌 更向世人诠释出丰富而独特的中国新疆之味 广袤的大地 生腾的烈焰 生腾的烈焰 鲨与火的碰撞下 在华夏大地数千年面食制作经验的加持下 和田人用炙烤为小麦开辟了一条精彩的烘焙大道 也造就出一个香飘四季的主食世界 千家万户 麦香浓郁 舌尖得以满足 酥香的滋味 也得以流传 烈日当空 昆仑山南路 玉龙喀什和上游 阿普渡热和曼卖卖提名 正在寻找一种特殊的土壤 河田地处中国西北 属干旱性荒漠气候 年蒸发量远远高于降水量 盐分在土壤表层大量积聚 导致土壤高度盐简化 这种土壤质地坚硬 是和田人制作烧烤造具 南坑的首选 南坑 我妈的首选 土豆在三一aient 鱼地坚硬 川瓜 阿卜都热和曼在和田市经营着一家烤包子店 这家店已有三十六个年的 如今每天能卖出三千多个烤包子 南坑就是解锁这道美味的关键 先拿烤包子就这样拍一拍 想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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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频率的使用使得一个南坑的寿命只有三个月 为了做出地道的烤包子 阿卜都热和曼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建造新的南坑 碱土敲碎 与泥土充分混合 可以防止干燥后板结脱落 往模型上刷碱泥石 厚薄必须均匀 否则会影响烤包子的品质 爺爺 爺爺制作了一辈子南坑 是和田为数不多 还掌握着传统南坑记忆的手艺人 有他在一旁指导 阿卜都热和曼 安心多了 新制作的南坑 要风干一周左右才能使用 每天的用餐高峰是门店最忙碌的时候 20平方米的制作间里十几个人分工协作 每五秒钟完成一个烤包子才能保证供应 囊坑温度接近300摄氏度 让手臂快速通过狭窄的坑口 将包子贴满坑壁 这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训练 十分钟后包子馅熟了 开盖煽火 南坑再度升温 十分钟后包子馅熟了 随后浓缩脱水 呈现出迷人的焦糖色 三年前 阿卜都热和曼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家业 如今这道美味不仅给他们家带来幸福安稳的生活 更让慕名而来的时刻感受到和甜美食的无穷魅力 小麦早在四千五百年前就进入了中国新疆地区 此后便一步步统领中国人的餐桌 从南方到北方 从西南到西北 各地都推出了自己的特色面食 地处中国西北的和甜 当地人凭借对烘烤的喜欢 使烘焙面食不断推陈出新 阿卜杜克热幕麦麦提涂戴 曾在广州从事服装生意 六年前回到家乡墨浴县 凭借家传手艺进入餐饮行业 墨浴县位于喀拉喀什河畔 墨浴县位于喀拉喀什河畔 这里不仅是和甜墨浴的主要产地 也是美食之城 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 店家必须掌握几招绝活 阿卜杜·柯热木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当年在广州的经历 会对今天的餐饮事业有所启发 我以前去广州的时候 有一种味道吸引了我 我过去一看 是酸荣生死身边 酸荣粉丝蒸扇贝 是广东潮汕的经典菜肴 当潮汕的海鲜蒸菜 遇上和甜的面时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阿卜杜克热木 决定与哥哥一起尝试 面皮充当扇贝 羊肉取代贝肉 蒜蓉 洋葱 青红椒 剁碎搅拌 源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菜肴形质 被赋予中国西北边陲的独特风味 一项粗犷豪迈的新疆菜 转眼镜拥有了粤菜的精致与碗粤 我做了三四种包子 其中就这个最好看 今好外面来的客人 建议我们最这种包子 现在我们客人 特别喜欢这个包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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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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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是炭包子 炭包子 这个是烤肉圈 炭包子 炭包子 来老师 来来来来吃一个 来来来来吃一个 对对对 这个味道可以 对对对 多吃点 多吃点 太好吃了 好吃吗 我们的特色好不好 这个特别好吃 好吃 好的好的 谢谢 客人的包奖 是对阿卜杜克热幕 创新最大的认可 从此这道主食 成为门店主打 取名烫烤包子 虽然取得成功 但阿卜杜克热幕 并未止步 他还在尝试 研发更多新式餐药 有些美食因创新而闻名 有些美食却因传统 而经久不衰 对和田人来说 无论烤包子 还是炭烤包子 其名气和影响 都不如另一种传统食品 十月中旬 天高气爽 又到了晾晒的季节 戈壁滩 成了天然晒场 一段时间 还要传统食品 你还要在哪里 用这个了 就这么多了 你可不可以 我可以做了 你很懂 我做了一碟 你做了一碟 我做了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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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麦提阿布拉 麦麦提努尔和妻子 每年都要来戈壁滩 购买一批当季核桃 为一年的营生做准备 囊 新疆人常年必备的一种主食 中国有着悠久的烘烤面饼的历史 也造就了许多地道美食 如陕西锅盔 山东烧饼等等 囊的制作方法与烧饼十分相似 但又充满自己的特色 据史料记载 自西汉时西域归属中央政权以来 榆田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 八世纪中叶 安史之乱爆发后 当时的榆田王 玉池盛 亲率五千精兵赶赴中原 协助中央王朝平定叛乱 他们行军时所携带的军粮极有可能就是胡饼 也就是现在囊的前身 但随着饮食风尚的流变 如今和田的囊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品类 辣皮子囊 咸辣适中 红红火火 唯味无穷 玫瑰花囊 外皮酥脆 内里清甜软糯 最受小朋友喜欢 大囊 易于保存 最适合配一碗热茶 和田地区有近万家囊店 卖卖替阿波拉的囊 却深受街坊斯林喜欢 靠的就是品类齐全的囊 卖卖替阿波拉十八岁入行 有着十余年的考能经验 在近二十种考囊中 核桃囊是它最擅长的品种之一 核桃仁与面粉的充分混合 是核桃囊口感纯厚的关键 这样制作出的囊 麦香中带着核桃的油脂浓香 焦香酥脆 一口便唤醒味蕾 烤囊入坑 烤囊入坑是一个有关速度的挑战 高温下稍有不慎 就会被烫伤 并导致囊体脱落 扎西家错从遥远的甘肃慕名而来 只为学习卖卖替阿波拉精湛的智囊技术 这个是这个人 这个人没有了 这个人没有了 这个样子的 这个好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刚出炉的热囊 香甜酥软 略带韧性 散发着浓烈的麦香 在和田 很少有人能拒绝热囊的诱惑 这个浓烈的热囊 这个浓烈的好吃 来 尝一下 尝一下 好吃 好 这个浓烈我老太太经常吃来了 想得很 逢年过节嘛 我老家小子打算了 我回记得了 十五年前 麦麦提阿波拉孤身一人 从墨浴县来到和田市学习烤囊 如今 他倚靠这门手艺 在这座城市成家立业 新疆人只要有囊在手 再远的旅途 也是信心十足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何田一位叫库尔班的大叔 曾打算骑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 他为自己准备的食物 就是囊 麦麦提阿波拉囊店往西北二十千米 是和田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二十六岁的海日鼓励阿波多利 正管理着一家现代化囊工厂 中文字幕志愿者 烤囊在这里已经被分成十几道工序 进入标准化的操作 在新疆 囊象征着平安 团圆 吉祥 无论婚丧嫁娶 还是逢年过节 它都是人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角 正如当地谚语说 宁可三日无肉 不可一日无囊 人们总是在日常烟火中 探索着动人滋味 赋予传统食物美好的寓意 找到让人身心安宁的力量 塔克拉玛干沙漠 封沙是永恒的主角 肆虐的沙尘暴令无数人望而生畏 但和田人却在沙漠中 种植出一种名贵中药材 肉葱蓉 十月是肉葱蓉收获的季节 二十三岁的斯里沫汉买提肉资大砖刚毕业 特意赶回家帮忙 肉葱蓉别名大云 又被誉为沙漠人参 是一种寄生在红柳根部的草本植物 它深埋于地下 晒干后每公斤能卖到四十元 斯里沫汉是维吾尔族克里亚人 千百年来 克里亚人如隐世一般 孤独地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直到一百多年前 它们才逐渐为外界所致 聚标准在家 将生成在红柳根签 亚人如草本植物 尤其两个月的彩蛙祭 已尽为生 肉葱蓉冒头后很快会开花 损失药效 一家人必须加快进度 穿过村庄要步行五公里 才能到达种植肉葱蓉的红柳林 一个季度的收获 能给全家增加上万元的收入 每年这个时候 母亲总会用一道传统的沙漠美食 库麦奇犒劳全家 库麦奇是我们祖辈留下来的传统美食 就是我们每次去挖大云的时候 妈妈就给我们做库麦奇 面团不用发酵 揉捏成一大一小两张面饼 大而后实的垫底 小的做盖 防止焖烤是破裂 库麦奇俗称沙漠烤饼 大漠就是它的锅灶 在干净的沙地上挖一个沙坑 用枯死的胡杨木或红柳汁烧热黄沙 再将库麦奇埋入热沙中焖熟 这就是传说中的以地为锅 一小时左右 美味出炉 焦香酥脆的库麦奇 为斯里木漢一家提供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给身心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也让他们有充足的体力 完成沙漠劳作 今天 克里亚人已搬迁到沙漠边缘 建立了新的村庄 过上了新的生活 他们种植的大云 也随着现代发达的交通网络 被运往全国各地 大漠之外的世界日新月异 就连古老的库麦奇也在发生变化 当地人从千层饼中汲取灵感 制作出不同层次的库麦奇 羊肉 鸽子肉 西红柿 八蛋木 核桃仁 每一层放一种馅料 多达七层 创新的库麦奇 折射出的是和田人对富饶物产的 骄傲与自信 历经无数烹饪变化后 华夏大地传承数千年的面食 在和田被不断发展和塑造 火的高温加持 让面粉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风味 一如这片土地一样 包容一切 接纳一切 又不断演绎出新的地狱传奇 不断演绎出新的地狱传奇 又不断演绎出新的地狱传奇 又不断演绎出新的地狱传奇 又不断演络之歌 又不断演绎出新的地狱传奇 又不断演绎出 την狱传奇 不断演绎出新的地狱传奇 又不断演绎出 与辱伍 rais 云狠 四百关注音突ія 虽狠 另一 will 星期 彧 Zither Harp